5月24日,香港一批激进示威者在铜锣湾以带非法集结,打砸店铺,律师陈子谦恰巧路过,忍不住怒斥了一句。 随后,示威者围殴陈子谦,致浑身是血,全身缝了十几针,颈部的伤口就紧挨着大动脉,稍一偏离便可致命。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近半年,香港社会已经恢复平静。 陈子谦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,仍然对事发经过记忆犹新。 虽然心中阴影没有完全消散,但他相信香港国安法可以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。 他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。 因为始终都有个阴影,但我觉得好很多了,已经平伏了,可以这么说。 只要一谈到2019年的修理风波,陈子谦便异常愤怒。 他表示,暴徒当时扰乱整个香港社会秩序,市民都不敢正常出门,约会饭局纷纷取消。 暴徒满大街堵路破坏,燃烧杂物,无法无天。 而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,香港社会由乱转治,治安越来越好。 去年香港非常之乱,亦都受到混乱,甚至更加重于疫情,但我发觉香港现在越来越好,终于由乱转治,已经是因为有国安法,当然是。 中央也做了很多事,维护香港的主权,和反应稳定,我觉得现在慢慢是,或者反对派也做不到什么出样了,已经。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越来越好,就是越来越稳定,香港人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,我觉得现在一年之后,现在是。 但是那时候是,他们根本就不让你上班,逼你罢工,那个地铁,完全是不让你坐的,只是风雨道门,是吧? 就是完全是不让你开,那很多同事不能上班,吃饭,不能上班的,全部的路,他们有空就坐着路障,又说哪里,哪里,我们那时候的生活,根本就要看着他们的暴徒, 陈子谦称,当时围殴他的人中有16岁的学生,他称很多年轻人被反对派的言论严重洗脑,一些称报的老师,利用课堂散播反中乱港,仇视国家的谬论,学生因此走上街头,实施暴行。 陈子谦表示同情这批年轻人,认为教育改革势在必行,他自己也亲身参加很多社会活动,希望能尽缅薄之力,帮年轻人改协归正。 未来我希望参加多些社会的外国外港的组织,现在我都在做,是这样的情况,也都是希望可以从法律上,譬如现在法律改革,我也希望能帮到手, 还有可以在外国教育,基本法教育,国安法教育,国民教育那里可以帮我这些手,真是撥乱反正,希望救到我们年轻人,始终我们的下一代。 作为律师的陈子谦,经常处理房屋买卖合同,他发现虽然有疫情影响,但今年市民买房的意愿远远高于2019年,证明了国安法对社会的稳定作用。 陈子谦认为香港是经济城市,最重要的是稳定,否则会严重影响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。 他也观察到,国家从来都是对香港好,只要有祖国的强大后盾,他对香港的信心从来都不会动摇。 我也感受到,国家其实没有放弃香港的,国家都是想香港人好,始终国家都是想我们的。 我觉得希望,特别是大湾区,香港会有个定位,在大湾区里面出一分力。 因为都说过,我想要香港只有与大湾区融合,做到国内巡返国内,国外大巡返国内,国内双巡返的角色,香港要有的角色,要重新定位才可以发挥作用。 在这情况,我希望,我都有信心的,对香港是。